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介绍的是第9题 第9题要说如果67的x四方乎16 那536的y四方乎32 问你说x的4 x分之4减掉y分之5应该等于多少 那这种评文要怎么算呢 那给你的是x四方y四方 求的是x分之1跟y分之1 所以你要先制造x再分为 x怎么会再分母呢 那你看嘛 如果我们两边都点x分之1次8 这个x我就再分母了 那这个x跟x可约掉 约在两个相乘 次8的次8就是两个相乘 x乘上x分之1就等于1 所以这变成16二可以写成2的4次8 那这个再相乘 就是4乘1分之1就是x分之4 这就得到了我们第一次 那同样的这边呢 我们要得到y分之1的话 两边都y分之1次8 那这个两个相乘也是1 就不见了 那这个呢 可以写成2的5次8 对次8就相乘2的y分之5 好 然后你希望的是x分之4要减y分之5 那你四方四方 在次方怎么会相减呢 好 同底次方相减就是相乘的意思 所以呢 你就是这两个相乘 好这两个四相乘呢 这相乘的话 又是7除以5三六 就要等于这两个相乘 那相乘呢 那就是这个同底 就是指数相减 x分之4-2分之5 好那这个可以约分 这个用8的话 8七五十六进5 8六四十八加五高五十三 好 所以这1要等于8分之1 好 8分之1等于这样 那这个是2为理 所以这个最好写成2为理 那 这8是2的三次方 分之1是5的 所以是5三次 所以这两个相乘 等一次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x分之4 减掉y分之5 就应该等于3 好 这样你会了吗 谢谢大家